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走直线是最短的距离 这是物理现象 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每次都走直线吗 举例 在地图上看到两个点 在这两个点当中 我们可以用直线来到达吗 通常不能 中间一定有很多的障碍物 我们必须要躲开 必须要避开的 如果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我们是可以走直线的话 那代表这个距离是很短 是的 两性关系 男生要跟女生结婚 发生什么事 如果走直线的话 这个男的会问女的 我们结婚好不好 如果那个女的说 好啊 这个时候 你觉得是女的有问题 还是男的有问题 我们在建立团队的时候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如果你要说服一个人加入你的团队 你跟她沟通 一沟通之后 她马上说 好 我加入 这个时候你要担心还是开心 你会不会想说 这件事情来得太容易了 其中必有诈 也许她加入你的团队之后 并不是要跟你一起发展 她是要来挖墙角找你的人啊 也有这个可能性 是还是不是 是啊 赚钱也是一样的 从没有钱到有钱 我们要赚钱 那你可以直接就赚到钱吗 可以 除非距离很短 意思是说 你直接销售产品 赚一点分红 一点利润 那赚一点生活费 可是 如果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生活素质 活得更好的人生 解决钱的问题 恐怕不能够走直线 这种一步到位的想法 实在是有一点 你说是单纯还是天真呢 两点之间的距离 很多时候不见得是可以走直线的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叫做走迂回路线 走直线代表什么 走直线代表说如果你要赚到钱 你就一心只想赚钱 这就是走直线 那这样子的人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行为倾向 这样子的人呢 他第一种行为倾向是什么东西呢 超捷径 是的 他要走捷径 他要快 在他脑海当中一切容易可得的东西 垂手可得 他就不放过任何的机会 快是他唯一的追求 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 同时请你想深远一点 如果你很快就到达目标 你会珍惜吗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课题是 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什么 得不配为 得到了他不配得 不配得的话老天迟早也会收回去 是的 两点之间如果他走直线 就是他一心只想要赚钱 这种人第二种行为倾向是什么东西呢 想什么 想坑人 他看到人的时候不是人 他看到每一个人是钱的化身 哇 他想说财神爷来了 所以他在交际应酬的时候 所有的动作 他会寻找目标对象 看哪一个人可以帮到自己 他会利用人 他会忽悠人 因为他想坑人 这样子的话 赚到钱有没有意思呢 可能良心也会不安啊 所以钱这个东西 他只是最后的产物吗 不是 他是一个附加的产物来的 而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所给予我们的回报 如果想坑人的话 小心啊 骗子最怕什么 骗子 最怕骗子 而且骗子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相信人 从今以后 他即使得到钱 他也失去人 在建立团队的时候 我们有时来看看 团队在成长 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问题 那问题来了 走直线的人 走直线的人 一心只想到钱的人 他会怎么做 他一定会逃避 他宁可要钱 也不要人 他不知道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 钱呢 是身外物 随时随地 都会逝去 都会晕消延善 所以啊 一心只想到钱 走直线 有另外一种路线是什么 他不是一心只想到钱 他会走迂回路线 走这种路线的人呢 他有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倾向呢 第一种行为倾向 就是他会想付出 他在做任何事情 碰到任何机会 他不会马上把握 他也许会反省一下 我凭什么能够得到 这么好的机会 我想是老天 给我的一个考验 不要急着拿 而是想说 我凭什么可以得到 如此好的一个报酬 比如说 他进入一个团体 进入团体 他不会想说自我实现 什么叫做自我实现 就是我要实现我想要的 他不理团员的死 或不理团队的状况 他只是想 为他自我实现 可是想付出的人 不会想说自我实现 他会想什么 他会想自我超越 我如何可以改变自己 来符合团队的文化 进而帮助整个团队的发展 这就是想付出的人 想赚钱吗 如果你想赚钱 就不要一心只想到钱 而要想 我可以如何帮助别人赚钱 对的 我们都有梦想 别人都有梦想 当我们帮助到足够多的人 完成他的梦想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使自己的梦想成真 是的 如果我们在走迂回的时候 第三个要看的就是想服务别人 为什么想服务别人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 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 任何产品 他会得到别人的认同 任何服务 会得到别人的肯定 都是因为这个产品 这个服务 能够帮他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学那么多 懂那么多 要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社会解决问题 一旦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钱自然而然会找上我们 何必担心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 我们的核心价值 一旦有我们的核心价值以后 把这个核心价值加以发挥 不断提升 然后去服务这个世界 所以当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想方设法 让自己长大 让自己能力更加的 加强 为什么呢 因为活得小 并不足以服务这个世界 所以玩大一点 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 今天我们谈到钱 这个课题永远谈不完 可是谈到钱里面呢 我觉得有最后一个观念 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在赚钱的时候 就假设有一盆水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水 一心只想到钱的人 他会往前看 他会想把这个水拨向自己 当他拨向自己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现象 这个水是流向自己 没错 可是无形当中 也会从旁边流走 一拨进来 他会流走 一拨进来 他会流走 这是 就是一心想要赚钱的人 可是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 他不是走直线 他是走迂回路线 他会想服务别人 想帮助别人 想付出的人 这些人 他不会把水拨向自己 他会把水拨向别人 当他拨向别人的时候 拨向别人的时候 无形当中 水也会回流到自己的身上 这叫做 明夫其实地得到 他拥有的财富 人生是很奇妙的 有的时候 我们想走直线 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如果 可以想远一点点 让我们有投资的观点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地经营 把自己做好 自然而然 老天会看见这件事情 而给我们有相对的回报 所以如果你想要赚到钱 为什么不要一心只想到钱 听了今天的主题 你有新的看法吗 欢迎你留言 跟我分享 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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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